不過這個應該 所有小朋友都會喜歡吧 抱過這種課帶他孩子去玩 頭一兩堂超嗨 因為家裡不能畫 他到現場可以隨便畫 就到第四堂 第五堂以後 他沒那麼愛畫 為什麼 而且他發現班級上面 因為課報下去學費很貴 就小孩子不太想畫了 因為平常有限制 然後到那邊沒有限制了 幾次以後就膩了 因為沒有人沒有限制 好像就不太 不太像多畫一次 就不完了 可是爸媽都在畫 因為爸媽 對 不能浪費 繼續 是 我們有幫小朋友報名昆蟲課 就是去戶外有老師帶著他們 到郊外 然後認識一些昆蟲 對 然後一開始其實 我們都覺得他吸收得還不錯 因為他下課回家之後 還會放我們家裡 那個昆蟲的書 然後就是去複習說 他今天有看到哪一些昆蟲 然後我們帶他去公園 或是外面他也會 就是去樹下面找昆蟲 跟我們說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這樣 然後我們都覺得還不錯 但是一直到有一次 那個老師 他就帶了一箱東西出來 結果裡面是一隻蛇 你知道嗎 然後我老婆在旁邊 直接嚇到一個大尖叫 他怕蛇 因為女生應該都怕吧 對 對啊 然後這蛇又滿大隻的 然後又是無預警的 對 然後我老婆就嚇瘋了 然後還不只這樣 就是他放學回家之後 還一直 跟我們吵著說 他想要養蛇 他想要養蛇 還要 還要準備活的一箱老鼠 在那邊 沒錯 所以不想想想 養蛇的人都會在床底下養老鼠 就是小老鼠孵化之後 就餵蛇 真的啦 你看牠是不是就是這種媽媽 沒有 你家裡是養一些蟑螂的啦 可以送一箱到你家裡 你現在如果Apple真的要養蛇 你會答應嗎 就可以啊 但就是要跟牠講清楚 就是因為要養老鼠 就是那個過程 就是讓牠要了解 你那麼愛乾淨 你能夠忍受你的床底下的老鼠 那可能就養在陽台吧 對啊 還關不住 可是沒菜煮的時候 還可以加菜嗎 我幹嘛要養 不要跟牠 跟我熟的人都知道 我會帶一口去上動物園課 對啊 那牠其實就是帶動物園 然後每一次會有一個主題 身為一個外景節目主持人 這種戶外活動當然難不倒我 可是 帶小孩上這種戶外課 跟出外景就完全是兩回事 對 因為我們這個課是風雨無阻的 老師希望說今天不管是大太陽 還是下雨天 小朋友都要來到這邊 他要去了解這個大自然 就是有四季的變化 而且你不要因為說 好熱 我不要出門 或是下雨很麻煩 因為這都是大人 給小孩的一個 就是生活中的既定的印象 跟框架 對 所以我們就是風雨無阻 我必須要講說 下雨天的動物園 真的很美好 因為你可以看到 就絲絲的而已 可是他... 不要... 因為絲絲的動物園 對啊 就絲絲的 就是你看到牛 牠就是一個比較絲的牛 但是牠的機會會比較重 因為雨天的關係 而且其實動物很熱 牠不喜歡動 但是下雨天比較涼快 牠比較願意出來 會出來 你可以看到牠在進食 或是 交配 不一樣 或是 以前的活動 真的啦 然後有一次 小朋友也問說 那個是什麼嗎 有 然後我們就說 像龜爸爸跟像龜媽媽 在結婚 然後就說 在結婚 好 了解 然後有一次 也是啊 我們就有一天 在冬天寒流 坐貓空纜車 一大早 帶牠上貓空 去上一個 步道課 還沒有開始 到了那個貓空站的時候 我鼻子已經動紅了 因為我跟小萍 就包得像肉髒一樣 然後April就是戴毛帽 跟那個防水外套 可是我們就是 還是要冒著風雨 在那個貓空上面 去看牠查緣的那個 生態 動物 以前的環境地貌 虎穴地形 什麼的 然後有一段路比較難走 我還要抱一個 十七公斤的小孩 這樣走... 很負重 然後上完課之後 下山 無風無雨 我們三個人 臉色蒼白 雙手雙腳發抖 可是 可能因為我們有外景魂 雖然很累 但是 我個人就是很矮 這個我不行 很偉大 對 這個我真的不行 對 像去年暑假 我就帶我們小朋友 跟幾個家庭 就兩個家庭去夏威夷的大島 好玩喔 那因為夏威夷大島 跟一般我們想像中的 夏威夷不太一樣 它就是一個 很大自然的地方 它除了海邊 海灘之外 它還有山 就是有泛舟 對 然後可以出海 就是去坐遊艇 然後從那個船上面跳下去 然後跳水 玩跳水遊戲之外 然後水旁邊就是會有海豚 還有魚 可以看 這是我們住的民宿園 這個民宿園太大了吧 不是豪宅吧 這是飯店大廳吧 不是豪宅 這不是豪宅 因為夏威夷那大島 真的島 真的很大 所以小朋友在 其實在那個民宿園 有游泳池又看得到海 那個游泳池 其實小朋友一張開眼 他們一換完 吃完早餐換完衣服 就跳到水裡面去游泳 其實他們在那個民宿 就已經玩瘋了 對 然後因為其實在大島 有很多行程 是可以去計劃 那我們就每一家就會計劃說 然後這小朋友 就跟這個爸爸媽媽 一起去超市去採買 那因為小朋友其實沒有 平常都是在台灣 都是我媽媽在買菜什麼的 他根本就不會去買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去到超市 就告訴他說 我們家要煮什麼東西 你要買什麼菜這樣 好好玩喔 那他們就會去晚上 像我老公就開始煮菜 好好玩喔 我們還會大家 就是一起吃這樣子 到後來因為其他爸爸媽媽 都覺得說我老公是外國人 可以講英文 對 所以要順便就說 那不然你老公也一起去好了 這樣順便教我孩子 對啊 也可以上浪英文課 對 就是妹妹上那個衝浪課 好開心喔 對 那小朋友其實在那邊玩 其實還滿好玩 但是大人就很累 因為他們出海 早上六點就要起床 然後幫他們準備這樣子 那就是我老公是 不過我覺得如果說是 你朋友的話 跟你們一起去一定很開心 對 其實他們就一直要求說 對啊 因為感覺整個暑期 都上英文課 對 而且你覺得 對 暑期都上英文課 然後又玩得到 然後大人又可以休息 對啊 我覺得這很重要 其實放暑假 像很多家人就覺得 寓教於樂 出國可以玩 兼學英文 這最好的安排 所以現在台灣很多 超多那種海外 短期遊學團嘛 那有一次 我們跟我們家的小朋友 在 我們也是自助 然後到了溫哥華 Stanley Park 很漂亮的一個大公園 我們就騎腳踏車 在騎很住 好浪漫喔 我們家一家四口 騎著騎著 後面有講國語 我說而且國語是台灣的那個 我們台灣的國語 結果覺得很熟悉 我回頭一看 我們家女兒的同班同學 也太巧了吧 同班同學 太巧了 三個同班同學 然後一個當地的老外老師 然後其他有一些 台灣的學生 他們參加就是 美嘉遊學團 然後是溫哥華那樣 大概兩個禮拜 問了一下學費 學費真的不便宜 然後他的爸爸媽媽 也是覺得說 出去玩 然後學英文 但其實我後來 跟我老婆討論 回頭一看 那一班 三個是我們家女兒 同班同學之外 其他就是各個國中的同學 都台灣人 全部都講國語 全部都講國語 還有講台語也可以 像那個外師 因為要帶對 要帶在前面 他基本上也管不到 那麼多小朋友在幹嘛 就是帶去那個景點 Standing Park 然後大家發腳踏車 然後就開始騎腳踏車了 的確海外遊學 外師都沒錯 但是全部講國語 因為我們家以後 那個外師的中文都進去 對 還會講台語 對 快點 有的時候爸媽幫這個孩子 報海外遊學團 要稍微了解一下 那個語言課程 稍微知道一下那個 那大概是上什麼班的 課程內容 是在當地的學校的 語言班上課 還是說你的孩子 可以到當地去念 當地的學校 跟老外一起上課 這不一樣 那我們家小朋友有一次 就是去紐澳地區 他就直接到了班上之後 他是穿 台灣的國中生的制服 我們家念公立國中 就穿國中生的制服 學校要求 你來我們這邊 我們接待你 當作像是交換學生一樣 兩個禮拜短期 你可以來上 他們是接受短期的 國際學生這種交流 你就要付當地的 學生的費用之外 再加一些錢 然後就到他們的班上 跟老外一起上 國二的課程 所以是真的進去上課 它不光語言 它就是 可是這必須能有一些 英文的基礎 對 然後你要上當地的 歷史 地理 體育 全部一模一樣 就當地的課 上兩個禮拜 對 然後就住 接待家庭 做老外的家庭 像這種爸媽有時候 也想要參與的 這些活動嗎 到底建議應該要怎麼選才行 其實我們可以聽到 大家都希望是 孩子有興趣的 對 或者是我 期望孩子可以學到什麼 對 這個導致最後 爸媽一定很辛苦 對 因為你的期望 都放在孩子身上 當孩子不要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會建議 你要幫孩子 報名的課程 要嘛就是 爸爸媽媽自己有興趣 你要從這個活動當中找出 我在這裡面 我自己可以有什麼 自己的動力 我們都想要找孩子 有動力去學 都要堅持 但是爸媽 你現在你怎麼堅持下去 你有什麼動力 我每天看他睡得好 這個是我有動力 那就趕快帶他去上 或者是 好吧 他就是 可以接觸到一些英文 可能他英文學不好 但終於有那樣的環境 那對爸媽來說 給自己打一個強心針 你會比較有意願 帶著孩子繼續參與這個活動 是 不然都感覺像是 在犧牲自己的時間 然後背小孩 對 對 就有一次我們就報了一個網球營 就網球營 其實我就覺得他的手部的肌肉 拿那個球拍就比較重 而且很重 很重 然後那個球這樣子 一個那麼小一顆這樣子 其實丟起來 然後掉到地上彈起來 你要去打 其實這種反應 小朋友都 就眼球可能都動 沒那麼快的時候 然後又 要手腳並用 眼球這樣 就 我是覺得比較難 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 就是說沒有 你看真的好多 三四歲就去報了 那我老婆就說 就去報報看 一定可以 結果我就在那邊看他 每次這樣打都打不到 然後好不容易打到了 或沒打到 然後我 最後是變成我滿場 一直在跑 然後一直在撿球 可是我小朋友就站在原地 然後感覺那一天 都沒學到什麼 然後我就有一點生氣 跟我老婆說 這真的 你又不是你撿球 都是我撿球 爸爸很好睡對不對 對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看 隔壁那個三歲 比你小孩還要小 我就這樣傳回去看 他跟他爸在對打 然後打得很開心 真的 就真的 然後我就覺得 哇塞 他就說 你看別人的小朋友都可以 你的小朋友也不可以 那是暗裝 那是教練啊 我真的 就跟那個賣房子一樣 對不對 很多人不來看 都是演員 我真的很期待他 今天看到這一集 老婆 歡迎你看這一集 我會想說 他也是 你不來 你不來 他就不來 我會想說 你的小朋友 怎麼會想說 別人